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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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改变我们皮肤的免疫力 造成一些正常的皮肤中落的感染 这个过程其实以前叫美国鲜丹 所以你大概就知道说很多疾病都会想用这样子的药 为什么呢 因为改善症状很快 那它其实是一个治疗发炎一个很好的用药 那比如说一些急性的湿疹 或者是说一些急性的发炎症状 那有的时候有一些慢性的疾病 像红斑性狼仓 异味性皮肤炎 那其实也是会用到肋骨虫的 所以如果这样说它其实是一个药 那用的好它是很好的药 原则上它不是这个药好坏的问题 因为肋骨唇也非七个等级 它有不同的强弱 所以原则上肋骨唇使用是需要专业的 其实我们在台湾买药算蛮方便的 很多国家是没有办法这样子买药的 那我刚刚有提到肋骨唇其实有七个等级 所以依据我们疾病的严重度 还有皮肤的厚薄 其实它适用的肋骨唇其实是不同的 房间可能会有一些变要 我发现其实有的时候甚至连很强的 第一级的肋骨唇都买得到 那当然就是强效肋骨唇的优点就是 你一擦你就觉得改善很快 可是相对它副作用就是大的 讲到这个部分的话 皮肤科其实应该是要做这个部分的管控 因为对患者来讲实际上有健康上的考虑 其实是在门诊我有说一些患者 他可能擦一次药觉得有效 他就不回诊了 他可能以后就自己去买药 或者是他就可能 就说他只要拿药之类的 那当然这都是不好的 我们觉得一个疾病 其实他治疗的时候 他是会有不同等级的调整 这个疾病才会好 所以我也不觉得说 民众自行去买药是一个好的方法 药品在皮肤的刺激它表现出来就是红跟痒 这种刺激性其实类部群是可以帮你做消炎的 就是说可以让你在这些症状上更不明显 我们现在在一般我们在使用的美白 有一些是美白用叉的 那甚至有些用吃的或者是用系统给药 就是用打针的 基本上大概都是用在一个传统的路径上面 去控制一个弱氨酸酶的活性 让我们的黑色素细胞 能够不要产生这么多的黑色素 但是除了这些以外 其实在黑色素的行程当中 它可以外插的选择就更多了 它可以从我们在黑色素行程之前 还有行程之中 跟行程之后各有不同的产品 或是各种不同成分 它是可以来做应用的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会有效或会没有效 主要还是要看成分 还有就是看这个就是需求的人 它的需求点是什么 它的基准是什么 比如说它也许只是角质粗厚 看起来比较黑 那你给它擦很多美白的所谓维他命C 就不一定有效 它可能擦擦果酸就白了 所以这个就要看它的黑的原因 以美白来讲的话 有些美白成分是有效的 但是它有处理性 所以原则上 选择美白的一个成分 除了就是跟这个人 它为什么会黑 或它形成主要黑的原因 比如说发炎后色素沉淀 角质肥厚 或者是长斑日晒 这些状况它其实背后的原因是不同的 所以它用的产品自然是不同的 那除了这些在选择美白的素材需要它的基准以外 其实也要考虑产品的刺激性 那比如说像我们在抑制黑色素的形成的时候 有一个成分就是A酸 那或者是一个叫做类A酸的这个成分 那这些成分呢 其实在皮肤是有刺激性的 可是它其实在抑制黑色素是有效的 就要看皮肤的肤质 比如说很敏感的肤质 是不是就可以考虑用非得来取代 另外的话 比如说在已经在黑色素形成当中 有哪些东西可以干染它 不要形成呢 也有一些成分 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曲酸 有常见的一些熊果素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蛮好的材料 但是一样就是像曲酸来讲 大致上在1-4%的浓度都是不错的 有时候有些产品做的浓度 如果不是恰当的 可能会没有办法达到发挥的效果 那另外像一些维他命C 或者是像一些杜鹃花酸 也都是在黑色素形成当中 可以造成一些肯定的现象 那杜鹃花酸也有一些刺激性 而且杜鹃花酸如果尽量使用不当的情况下 会造成一个色素不均的状况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 那至于说已经形成的黑色素 这个就有比较多的选择了 比如说刚刚说已经形成的 你也可以考虑就是角质代谢剂 像一些骨酸类的 那Melanocyte就是我们的那个黑色素的转移 抑制它的转移的一些素材 像一些豆浆类的一些萃取物 或者是一些维生素B3 这些都有帮助 还要考虑就是有一些成分它是怕晒的 比如说像刚刚讲的Hydroquinone 就是对粉二分或者是像胸果素 这些其实是擦了会美白 但它不适合接受日晒 果酸也是所以白天也要加成防晒 防晒本身也是一个美白很好的方法 防晒我们知道就是比如物理性遮蔽 像我们戴戴帽子啊 穿穿伞啊 穿长袖的衣服啊 这些都是属于物理性的遮蔽 防晒本身用外擦的 它也有分成是物理性防晒 跟化学性防晒 那以物理性防晒来讲的话 它就是一个大部分是氧化性的氧化碳 所以这类成分呢 它涂抹起来比较白 可是它因为没有 相对来讲也比较不刺激 所以一般来讲小孩子也可以用 那或者雷射疏口可以用 那至于化学性的防晒 就要看它cover的波段了 因为防晒其实我们一般来讲 是UVA、UVB 那UVB会跟晒伤有关 那UVA就会跟我们的 就是晒黑或老化 或者是长皱纹有关系 那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迷思 就是我们常常都觉得 正中午的时候紫外筋是最大的 所以那时候尽量减少出门 可是以UVA来讲 它其实整天都一样高 晒黑的时间快 是在傍晚的时候 或早上的时候 那我们没有特别去注意它 所以一般防晒起来 就开始要擦 一般来讲 美白霜 我刚刚提到还是看成分的 比如说它如果里面 有加上一些成分是要避光的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果酸 或者是A酸 那你第二天 你清洁如果没有把它洗掉 那你可能就会容易 因为日晒反而更黑 那如果说你是没有这些成分 没有这种光脂米的成分 或是光晒后变黑的成分 在我们的皮肤呢 形成一些色素的不均匀 一般来讲是黑色素的形成的状况 那大概上这些形成的过程当中 常常是有一些环境的外来刺激 比如说日晒压力 或者是现在空气不太好的空污 这些都可以造成是下达了一个指令 让我们的黑色素工厂 开始产生大量的黑色素 那再有这些黑色素呢 它又经过了一个真皮跟表皮层的扩散 那你的皮肤看起来就灰灰灰黑黑的 看起来就不太淘气 所以原则上我们在真的这些 皮肤的美白的部分也会 所有的产品都会根据这些不同的 步骤的机转来特别去做设计 在这些机转里面 这路径上面有的大致上 都会有一定的成效 那其实最简单有效的方式 其实是防晒 也就是说你每天固定的 盖叉的防晒叉 其实原则上你就有一个基本的保护 它就会减少它的色素沉淀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也针对一些比较敏感性的肤质 除了防晒以外 也要注意皮肤本身的保湿度 还有减少它发炎 我们的发炎之后 有一个叫发炎后色素沉淀 它其实也是一个 让你脸上色素不均匀的一个困扰 那当然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患者呢 在防晒没有做好情况之下 它也可能容易长斑 比如说有一些斑点像干斑 像雀斑或者是像赛斑 在日晒之后其实都会变得比较严重 所以我大致上觉得第一个是防晒 第二个就是照顾好你的皮肤 不要想要常常发炎 第三个就是慎选你的美团餐品 那另外的话 其实我们在饮食上面也可以摄取一些维生素C 比较多的食物 比如说像一些水果奇异果啊草莓啊 或者是柳橙类都有不少的维生素C 那另外对于我们已经形成的一些斑点 或者是一些色素 现在目前也有很进步的光疗 可以来做协助的治疗 比如说我们现在常看到的 进步雷射 脉冲雷射 或者是平咬雷射 其实对于一些肤色的不均匀 或是斑点也都有不错的治疗成效 即使是传统的一些雷射也会有效 只是说可能会有一个发炎后色素沉淀 原则上一些美白之道都在一些细节里 大概都从日常生活里面来去注意它 其实它没有这么困难